他的腰被炸出一個大洞 整個人躺在血泊裡面 沒有辦法動 旁邊的人也沒辦法救 因為幾十發的趴戰 全部都過來了 很可能有一天 會戰死在烏克蘭戰場 但是使得其所 就不要來找我了 我們在一開始講說 現在北韓有派了部隊 到了俄伍的戰場上 結果因為溝通的問題 根本沒辦法作戰 那今天 大家有個不幸的消息 我們也有一個士兵 他是我們的特戰兵退伍 也到了烏克蘭戰場 也身亡了 你跟他有經過兩年的一個互通 我們第一個非常好奇是 台灣所受的 這個所謂的特戰的訓練 到了這種國際的戰場上 你到底能不能用 而這種戰爭的真實面貌 到底是這麼 寶傑你現在那個 剛剛螢幕上面的 這些訊息 就是兩年前的 2022年10月15號 那麼來自於高雄的吳宗達 外號叫阿達 透過臉書訊息 在哈爾可夫跟我聯絡 我們整整聯絡了兩年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知道 在電視上知道 我是特戰老兵退伍 是政戰特選隊退伍 他跟你聯絡的時候 他說我們今天早上 收到通知 我們整個營的突擊隊 要前往俄羅斯庫斯克作戰 我這個小隊的台灣人 有三個 我告訴各位 所以世上有蠻多 台灣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大部分都是 特戰部隊退伍以後 他們志願到那個地方去的 那麼他們不是一開始 就是雇佣兵的 為什麼呢 一開始是加入國際志願軍 就是所謂的國際軍團嘛 有十幾個國家 然後呢 來到了這個的烏克蘭了以後呢 因為基本的英文的溝通能力是OK的 所以阿達他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是溝通是沒有問題 包括一些軍事術語來自於 其實我告訴各位啦 裡面有來自於美國的 有來自於英國的 也來自於西班牙的 他還很高興 從我給我一張 他跟他小隊裡面那個西班牙的戰士 他的同袍一起合照 他那個西班牙的同袍說 透過YT的電視還認識我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這兩年來我們不斷地透過溝通 我都叫他要特別要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要知道 在前線第一線 那麼那是雪凌凌赤裸裸的戰場 那個真的跟你我在看電影 看電視是不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在去年 他就在一次執行 他們是屬於偵察大隊夜間突擊 然後他在執行突擊的時候 泡彈砰的過來 紅過來砰炸開了以後 腿部就中彈了 腿部中彈了以後 由他的同事扛著 然後回來了以後 後來輾轉回到台灣來養病 所以在今年7月2號的時候 重新再回到烏克蘭的戰場 他是後來才簽了7年的 這個所謂的 從本來自願軍國際兵團 後來才簽了一個7年的僱傭兵 他還把那張烏克蘭 他跟烏克蘭政府簽了一個契約 傳來給我看 你知道嗎 我告訴各位 還好有簽這一張 要不然他的家屬 連虎虛軍都拿不到 你知道嗎 那麼他不斷地在出勤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說 就隨隨便便 像北韓軍官一樣 北韓這些士兵一樣 就把他丟到前線去當炮灰 沒有 他們還真的有訓練 為什麼呢 還有來自於各地的軍關係訓練 比如說他們今年 那麼大概9月以前 整整8個禮拜的突擊訓 為什麼 因為要深入俄羅斯去啊 他們要深入俄羅斯去 所以他是打庫斯克的 對 所以他整個營 有好幾百個人都是突擊隊 那麼突擊隊呢 訓練了8個 8禮拜以後 他那天很高興跟我講 他們要到庫斯克去了 我還特別跟他講說 你要特別小心你的安全 因為你要深入到俄羅斯境內去了嘛 因為現在俄羅斯 有了北韓軍團 然後有了等於相關的 他們真的想辦法 這個等於要還擊啊 我跟你說 恐怕無天龍 北韓士兵沒有高科技 沒有無人機 但是他們是特戰部隊 所以呢 一旦他們半夜的時候 跟你打突擊訓的時候呢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那麼他還蠻興奮的 蠻興奮的 後來在10月20號的時候 傳給我 他們抓到了年輕的北韓士兵 抓北韓士兵了 10月20號其實就抓到了 抓到了北韓士兵 抓到了北韓的年輕士兵 瑞德哥 我們抓到北韓士兵了 沒有錯 這是他等於說 直接傳來給我的等等啊 我不斷的跟他耳提面命 跟他講說 那麼在前線一定要小心 他有個非常大的特徵 把我們的青年白日滿地龍的國旗 帶到戰場 然後出擊前一定跟國旗敬禮 然後他的這個等於胸前 有一個四方形的 有一半是國旗 有一半是烏克蘭的這個等於國旗啊 背張也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很愛國的 他是為了要去打這個等於說 這個俄羅斯的 然後呢去了以後告訴各位 他這次遇到什麼 他這次遇到事實上 他出擊前還拍下最後的一個 這個等於影帶跟香港的畫面啊 保潔 你知道他們是 所謂的夜間偵察大隊嘛 他們運氣不好 為什麼呢情報錯誤 本來以為只會遇到 小谷的這個俄羅斯 他們遇到大隊的俄羅斯的這個炮兵啊 還有相關的部隊 甚至有狙擊手 一發腰兩洞炮 砰的就倒在了 射過來以後 就在他們面前炸開 有一位他旁邊的這個 等於說相關的這個戰士啊 嘴唇就直接被炮彈消掉 然後呢他們的隊長 他們的突擊隊的隊長呢 直接被對方俄羅斯的狙擊手 砰的把這個手給打斷了 然後緊接著來第二發炮彈 第二發腰兩洞炮彈 掉在這個阿達的面前啊 他的腰被炸出一個大洞 整個人躺在血泊裡面沒有辦法動 那旁邊的人也沒辦法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幾十發的炮彈全部都過來了 幾十發的炮彈全部過來了 他不是死在手榴彈上面的 是幾十發的炮彈都過來了 旁邊的人明明有急 就沒有辦法救他 所以只好撤退 因為現場已經被死了蠻多人的嘛 等到後來 那麼整個現場已經沒有這個 等於說炮生了以後 他們要嘗試回去要找他 已經找不到他的這個屍體了 他說我們收到命令 不可以吃志願者跟民眾給我們的食物 因為在這裡面會下毒 沒有錯 事實上他們已經進到了 俄羅斯的庫斯克的一些城市 他們的長官特別跟他講 包括老百姓說 哎呀這個要翻營禮啊 幹什麼 都不可以 什麼老百姓送東西幹什麼 他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叫這些阿兵哥 辦成老百姓 然後送給你食物裡面下毒 不動 他們烏克蘭的等於說 相關部隊裡面 有人就因為吃了以後被毒死啊 所以呢事實上 在前線裡面沒有人是天生啊 我跟你講沒有人不怕死啦 但有些人對他來講在戰場上 戰場就是他最大最大的這個等於說 人生奮鬥的目標 所以他跟他家人講 他也知道 很可能有一天會戰死在烏克蘭戰場 但是使得其所 就不要來找我了 就沒想到我非常的震驚 我那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非常的痛心跟震驚 但是至少至少 那麼他死在自己 願意去付出的烏克蘭戰場上 現在進到了大屏原周戰 本來因為說 堅設武器還可以 沒有 你強烈的炮火不能接近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 那個長射武器這麼重要 而長射武器 我也不知道打你的這個坦克 我也不知道打你的軍隊 我根本就把你的油褲 彈褲一個一個打掉 剛剛BBC做了一個 最近11個重要彈藥褲 油沒了 彈沒了 你就不能動了 這個第一個 我們先搞清楚 俄軍的補給一項是非常糟糕了 從俄物戰爭一開始是這樣 可是從以前二戰歷史也是這樣子 俄國人的補給 主要都是要靠鐵道 他要找到車站 車站下來再換卡車 卡車再慢慢分送到部隊去 所以他常常打完一場戰役以後 要修整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 他把他的這個油料彈藥全部都積存了以後 他才能再開始下一步動作 好 那麼在這個烏冬現在的狀況 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他在這個盾內斯克 北盾內斯克這邊 他消耗了太多彈藥跟這個油料以後 他必須停下來修整 好的 我的零件也要換 對 我的油彈也要補給 難怪他現在攻勢停下來 慢慢 它會緩慢 那麼他在那個 斯拉夫 楊斯克那邊 還在測試 但是看起來是動不了了 好 那麼 所有的現在的軍隊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補給 所以外航潭就在那航潭補給 你看到俄軍的補給到現在有沒有改善呢 其實沒有 你看他在最開始的時候 去打到赫爾松的時候 我還記得一條新聞 他打進赫爾松的時候 俄軍士兵第一件事情下去幹嘛 搶糧席 搶超速 對 那是什麼 他沒有 他的糧食供應不上 這就是他的補給問題 所以這個補給問題到現在為止 被烏軍 瞄準了你的這個油彈庫去打了以後 這個你的他的問題就更嚴重 一支現代軍隊沒有油沒有彈 巴頓將軍在世也沒有用 巴頓當年就抱怨過這件事 好 那麼 所以現在這個務軍開始調整戰略 原來呢 我要瞄準他的作戰部隊 但是現在發現 我打油彈庫 我打補給基地 那又好打 然後又準確 然後殺傷力又大 又可以讓你不能動 然後 等到你都不能動的時候 你的前線部隊或作戰部隊 你就是窩中捉鳖了嘛 好 董事長 現在這個俄武戰爭 真的改變了世界 他讓整個 我們現在看到 美歸的武器 根本要一統天下了 現在這個問題 很麻煩的 你會發現最近這兩天的這個情況 這個整個戰場 開始有點拖 有點遲滯的狀況 對 你知道背後有一個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美方或北約的武器 都是精密武器 精密打擊武器 但是俄羅斯是什麼武器 俄羅斯是 寶核攻擊 它是寶核攻擊 而且俄羅斯不但寶核攻擊 他現在還去把 二次大戰的 庫存的裝甲車 拿出來翻新對不對 奇怪了 我就在想這個問題 怎麼會 那這邊一直有精密武器 我看到一個報導 你知道嗎 法國這一次總共提供了 大概十八門的這個 155的榴彈炮 就是凱薩製走炮 凱薩製走炮車 你知道這個十八門 佔法國總庫存量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四分之一 這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你看看 當年這個五月份的時候 美國跟訂購的總共是一千多 一千多枚的這個 這個針刺這個監視導彈對不對 你知道要補充這個總庫存量 還要有好幾個月 就還有一個花 可能要花一兩年時間補充起來 對 我想說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其實兩邊打到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把庫存都快打光了 這兩邊都在打庫存 兩邊都在打光了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俄羅斯在幹嘛你知道嗎 俄羅斯所有的炮彈工廠 三班次在加班 現在北方 現在西方也在供應也在加班 供應不及 所以打仗打後援 沒有人想到說現在的 戰爭因為都認為說我們現在有高科技 有衛星 有精密射擊 有導彈 結果沒想到這個在打什麼 炮火 你一炮我一炮 消耗戰 你導彈你轟我的倉庫 我轟你的堡壘 現在都變得跟 主要是不是跟傳統戰爭一樣 對 結果這個榴彈炮變重要 自走炮車最重要 尖刺導彈重要 裝甲車還是重要的主要的火炮攻擊 對不對 然後炮彈變很重要了你知道嗎 炮彈變成問題了 所以為什麼一度傳出來說 有台灣的炮彈進去了吧 我認為是真的你知道嗎 是嗎 它炮彈不夠了嘛 去哪裡找 你認為不跟台灣買嗎 對 誰有炮彈我就跟誰要了 它全世界在掉炮彈 在掉貨你知道嗎 然後外面你也知道嘛 我們講過了 半導體沒有了 半導體真磁導彈為什麼做不出來 雷神為什麼做不出來 因為半導體買不到貨 原來市場上的現貨全部被收光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一個奇 這個奇妙的事情 雙方打到炮彈沒有了 這個你沒想到這個很意外吧 結果 所以前兩天我們國防部否認對不對 我一看這個事情 你認為是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嘛 台灣有炮彈嘛 所以韓國炮彈通通進去了 我突然不能藏起來以後自己用嗎 為什麼 不是啊 你現在老美給你調 那個番號 國軍編號怎麼會出現嗎 不是被它拍到了嗎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它一直叫中共 你不能夠支援它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在打後勤 打後勤 打後勤的炮 這兩邊都炮火攻擊 賀爾羅斯 我現在就在這邊講 報導出來了嘛 三班制 全天加班生產 而且把原來那個 T60級那個老坦克 全部拿出來翻新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就是炮 那就是個炮 那可以炮彈給你猛轟 就可以狂轟亂炸 狂轟亂炸 還能夠贏耶 對 所以你要搞清楚這個 現在的戰場的至勝關鍵在哪裡 誰有充分的炮彈誰會贏 所以我在這邊跟你講 我從這個來推論 我證明 我非常確信 台灣的兵工廠一定有幫他們生產炮彈 真的假的 台灣有嘛 台灣我們有庫存嘛 它一定全世界掉庫存 歐洲沒有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戰備庫存 對 戰備庫存我剛剛講的嘛 它的十八門凱薩炮 佔了法國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法國全德國的凱薩製走炮 平常的存量是七十二門 它給了十八門出去的時候 它就危險了 對 安全存量以下 我也要維持我最基本的戰備存量 那戰備除量 對 你知道它多多久時間補充起來十八門嗎 那十八個月 一年六個月才能把他生產 才能夠生產出來 回來 那個法國人做東西都很精緻的 那個精緻 像他雕刻一樣給你雕出來十八個月 那裡面仗一打完啦 所以我剛剛講的最有趣的是說 兩邊的炮火庫存量打光光 所以我在從此 我非常確信 台灣的軍火庫裡面的炮彈 一定在裡面出現 而且出現那個炮彈 一定是透過美軍購文買的東西 好 聽分 我們有阿兵哥在烏克蘭戰場 現在以台灣 是我們的 那是我們的後勤編號的炮彈 迫起爆 也在烏克蘭戰場 真的 我們等於說這一隻眼閉隻眼人過去 我們也這一隻眼閉隻眼 炮彈也過去了嗎 那一定是美國要求提供的 真的假的 因為美國 業權有可能 美國在亞洲地區去什麼 統整所有大家能夠提供什麼東西 給這個戰場上使用 當然這個 國安部長講說 這個是本來是美國可能要給我們的 然後上面可能先弄漢字 然後再過去之後才是變成在戰場上看到 事實上此地無垠三百兩 事實上美國還沒賣給我們時候 應該不會說 上面再去搞這些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跟美國的這個戰場規劃都有關係的 那他可能在這裡給你掉頭寸 掉頭寸 那其他部分來講的話 他給你補償其他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台灣有貢獻嗎 因為這個戰場結束之後 可能要重建要規劃幹嘛之類的 台灣本來就是在美國的所有整體規劃當中 所以你說這些炮彈來講的話 戰場上一定不夠用 一定要中到台灣本來的庫存貨 那你台灣庫存貨 你每天在那邊放在倉庫裡面不用 然後你 最後也會潮濕不能用 對 最後也會潮濕也不能用 乾脆就先拿出來用 以後換一批新的進去 那對台灣的太舊換新 也是一個好的幫助嘛 所以對這個戰場上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打到這個階段才出現 有這個跟台灣好像有聯繫關係的炮彈 那就代表說 已經戰爭打到尾聲了 大家已經開始沒有炮彈的時候 怎麼辦求和 然後上談判說 可能下一步大家要做的事情 這邊一個俄武戰爭打下來 現在北韓跟俄羅斯的關係 真的這麼密切 然後真的中國跟這兩個國家 漸行漸遠 那個邪惡軸心被脫鉤了 對 你要看這兩個國家 是不是有同盟關係 或是煞血為門的關係 另外是要流血的 那你看到北韓就把士兵 派到俄羅斯去的時候 就是證明一件事情 我願意為你這個弟兄來犧牲嘛 所以可以暫時在沙場上 代表兩個國家來講的話 是真朋友 而不是假朋友 那中國呢 中國是嘴巴講一講而已 但是有派什麼東西去嗎 可是你要講的 北韓的部隊到那邊 我跟你就當炮灰嘛 可是我當炮灰的人死在那邊 你沒有給我好好照顧 我還要再替你賣命 然後呢 我的外相還講說 在你普丁偉大領導之下 一定會取得勝利 在取得勝利的過程裡面 北韓會堅定的跟你站在一起 因為北韓士兵本來就沒有什麼人權嘛 那北韓的人民也是多的 到處都是貧窮嘛 那你今天俄羅斯可能出一點錢 就可以養活他的家屬 我為了這個所謂的家屬 我犧牲在戰場上也是情有可原嘛 所以其實北韓他其實派出去來講的話 心裡早就有數了 大概這些人大概就差不多了 有去無回了 而且來講的話 聽說派出去的都不是一個最頂尖的士兵 大概就是真的是想要成為炮灰 那你在戰場上面又發現到一些事情 北韓的部隊跟這個俄羅斯的軍隊之間 是沒有任何協同作戰的能力的 他們是嘛 你看到這個光是畫面來講的話 戰車出現的時候 照道理講 我們講說戰車跟這個所謂的步兵之間 這樣互相掩護的不是吧 沒錯 然後你要跟著在戰車上面往前進啊 結果這個步兵呢 往前跑 結果戰車跟不上 然後你後來 照講戰車要先在前面 因為我們要講戰車要蹂躏戰場 戰車把蹂躏戰場之後 整個步兵再去清理戰場 這不是基本概念嗎 這是基本概念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到 完全沒有任何溝通協同機制啊 因為為什麼他們發現到 30個北韓士兵 只能用一具的所謂的翻譯機 那就一具翻譯機的情況下 那所有的俄羅斯的這個軍官 在下命令的時候 北韓的部隊是聽不懂的 聽不懂 所以如果 那怎麼接受指揮 當你聽懂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暫時在殺檔上了 所以而且呢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北韓士兵好像沒有看過無人機啊 所以他們好像也沒有 無人機作戰的經驗 所以你現在看前面那三個戰的 那個就是北韓的士兵 然後他跟那個戰裝甲車 你到底要怎麼協中作戰 你到底要怎麼互相的這個交互掩護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然後怎麼要走 怎麼前進 怎麼後退 完全也不曉得 而且這個北韓士兵好像看起來說 以為這個戰車要去載他們 但是事實上戰車是不可能載他們的嘛 對啊 所以他們又跑到旁邊去了 所以這整個來講的話 是一團亂 讓大家看得非常可笑說 到底有沒有協同作戰 既然沒有協同作戰 這一個戰爭北韓派出的士兵 就是去送死的 那如果去送死的話 這代表什麼意思 它是政治動作 它不是真的要幫俄羅斯打仗的 什麼叫政治動作 因為你什麼 因為其實中國以前 有曾經勸過金正恩說 你既然到了你這一代 大概跟我們一樣 我們資本主義化了 結果金正恩說 你們是中國搞那一套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們搞一樣了 就是我要金家萬事儀器啊 對金家王朝是一支不斷的往前 你進來來講的話 他有可能會把我剝掉 那我是白頭三的血脈啊 是啊 所以他們認為說 中國來講的話會出賣他 那俄羅斯來講的話 根本就沒有對北韓有什麼野心之類的嘛 所以俄羅斯才是真朋友 所以這次其實看得出來 在邪惡軸心裡面來看 為什麼習近平沒孤立 因為習近平你任何 你一方面要討好美國 你一方面想討好俄羅斯 這是北約前秘書長講的話 他說你中國不能這樣做啦 你要嘛站在我們這邊 你要嘛站在俄羅斯那邊 你不能兩邊就想得好 都很好 但是中國人想做事情 都想要兩邊討好不是嗎 問題是說你這種事情 怎麼可能兩邊討好 要嘛就是什麼 要嘛就站在俄羅斯普丁這邊 所以金正恩就是決定 站在俄羅斯普丁這邊的話 普丁會相挺嘛 所以為什麼給金正恩好臉色看 給習近平沒有好臉色看 那習近平自己也知道嘛 大勢已去啊 我今天俄羅斯這邊又不討好 美國那邊其實中國官員 以前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們說現在俄羅斯跟以前的蘇聯也是不一樣 所以現在俄羅斯有可能 明天一翻盤又跟美國抱在一起了 然後跟他一起來對付中國 對付中國 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個特別如果是普丁 如果川普上台 川普是可能跟普丁擁抱在一起的 是啊 所以川普現在講一句話 他說要分裂分化中俄之間的聯盟 川普講的 川普講的這幾天接受媒體講的 而且怎麼分化呢 當然他一定是找普丁當朋友嘛 一定是找習近平當敵人嘛 所以習近平現在挫了一旦 那挫了一旦怎麼辦 他也不可能說 同時間面對印度 同時間面對菲律賓 同時間面對越南 同時間面對越南 同時間面對北韓 我就放軟了 我全部旁邊周邊國家我先放軟 然後呢我試著跟川普溝通看看 跟未來的美國總統溝通看 不行的話 那我跟盡全力來講的話 來跟美國來進行對峙 但是呢其實說真的 因為他已經出賣了普丁 跟出賣了這個金正恩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兩個國家也不會給他好臉色看 但另外一個你也可以看到說 當一個國家被孤立久了 你完全沒有跟人家協同坐在 你跟人家沒有任何通勤指揮的 這個所謂的聯絡之後 你看到北韓的部隊是完全不能打仗 就算你的士兵 這個所謂的吃苦耐勞 忍氣受惡 可是你丟到戰場你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是啊 因為北韓士兵搞不清楚說 現在俄武戰爭用的都是無人機啊 所以當你這個無人機出現在 北韓士兵的頭上的時候 他們還在那邊等著 這是什麼東西 結果不小心就被炸掉了 所以顯然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些北韓士兵他們有經過 現代科技的戰爭 而現在在俄武戰場上面越來越進化 不是只有傳統的無人機 現在連AI的這個無人機都已經上場了 什麼叫AI無人機呢 也就是說 那個烏克蘭的士兵只要在這個螢幕上 點醒這個說到底要攻擊哪個目標 那AI自己會去尋找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傳統無人機上戰場之後 會有那個電訊電波的干擾 電訊會干擾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打不準 然後如果再加上新手去操作的話 他的命中率只有10%而已 那現在如果用AI的方式上戰場之後呢 他自己找 對 他自己找目標 然後你只要告訴他目標要打哪一個地方 然後他在戰場上的話 因為隨著電波的變化 他開始隨著這個電波的這個情勢來做轉換 所以這時候精準度就會提高 所以現在這種戰場 北韓士兵是沒看過的 因此他們基本上都只能在戰場上 這個壽命 我們知道在俄羅斯境內 出現了兩個反普丁的反抗軍 而且妙的是 這兩支反抗軍 他不是賞品加步槍 不是非常草率的 簡單的這些裝備 他們幹嘛 他們有裝甲域名車 他們有漢馬車 這傳出來說他們有坦克車 而且他們現在身上的裝備 根本就跟美式裝備一模一樣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是關鍵時刻好奇 連美國的司研恩 美國的媒體都好奇 所以美國的媒體就問了 問了柯比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在俄羅斯境內 兩個反普丁的反抗軍 他們竟然都是美式裝備 現在他們講說 他們竟然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買到 但你知道 柯比怎麼講嗎 柯比居然講一推二五六 我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辦法評論 是從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的 現在出現了一支部隊 這支部隊用的都是美式裝備 你不是簡單的裝備 你的槍是有裝備 防彈意識 整個盔甲是 連裝甲運名車都是美式裝備 柯比居然講 他不知道這些裝備是怎麼來的 而且現在對普丁來說 真的是四面埋伏 為什麼四面埋伏 第一個 他在俄烏的戰場上面 節節敗退 節節敗退不說 現在在他們俄羅斯的 別爾格洛德境內 居然出現兩支部隊 一個叫俄羅斯自由軍團 一個叫俄羅斯支援軍 兩個居然打得 原本以為說 這個叛軍不足為奇 結果被想 他們的裝備不是普通的裝備 仔細一看 美式的汗馬車 美式的裝甲車 美式的衝鋒槍 卡兵槍 甚至美式的頭盔都出現了 打得現在俄羅斯 他們連夜視鏡都有 打得俄羅斯主力部隊 不斷的往後撤 現在克里姆林宮 對這支部隊 也是相當相當的擔心啊 那別的不說 現在還有媚憂在裡面 現在的普利格金 要回到俄羅斯去了 他現在跟俄羅斯直接 跟普提直接嗆聲 跟普提嗆聲 活在卡通泡泡裡面 跟他嗆聲 所以這個大的隱患出現了 所以現在對俄羅斯來說 普提來說是四面埋伏 尤其對他來說 他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這兩支部隊 你到底怎麼打出來 他完全不知道 那美國也很好奇說 我們看這個裝備 為什麼都是美式裝備 對 因為你看他們裝備很多 美式裝備啊 他們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穿的樣子都很像是美式裝備 結果你知道 CNN主播就問這個柯比 就說 請問你這些 反土丁的武裝部隊啊 他們是不是在公開市場買到的呢 結果柯比說 我們也不太清楚是怎麼買到的 但是他都知道 你那就是美國裝備 到底從哪裡來 美國其實不說 但是其實美國 當然知道那些裝備 是從哪裡來的 不是 美國所有的裝備 不是有編號嗎 對 每個的裝備留到哪個地方 他們不是都有紀錄嗎 怎麼可能說有兩支部隊 完全的 你的裝備全部是美式裝備 告訴我 你都不知道 對 事實上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覺得美國現在也不好承認 他如果承認的話 那不是公開就說 我在支持這些反抗軍嗎 但是呢 事實上美國呢 他有非常多方法 讓你買得到那些設備 那怎麼買得到那些設備 你看 因為現在就很多網路上傳言啊 他說什麼 這個呢 他們是在阿富汗買到的 為什麼 因為阿富汗有很多美國的這個裝備 所以他們就都沒買到 但是真是假 我們不知道 但阿富汗怎麼運過去的 對 那我們就講阿富汗 為什麼今天媒體會說是阿富汗 第一個 因為阿富汗他們過去 就是有非常多 你看他曾經是帝國墳場對不對 帝國墳場 他跟英軍打過仗 跟俄羅斯打過仗 所以他們當地的遊擊隊 就會做武器 而且我們知道 阿富汗有非常多礦產 所以他從以前 礦產有自己做 然後呢 美國扶持他 所以他們自己在那邊做武器 他們真的會做武器 所以他們在山區裡面 有非常多工廠 工廠真的會做武器 他們是真的能夠生產出 俄羅斯的武器 還有美國武器 他們是真的做得出來的 你說這種新裝備他都會 對 那包括說什麼 AK-47也可以防照 然後還有這個M4的卡冰槍 他們都可以自己做出來 所以他們的確是做得出來 但是你這個坦克 這怎麼來 坦克呢 怎麼有可能這種東西 好 那媒體就會報導 媒體報導就說 那是因為美軍 我們知道美軍在這個拜登 不是倉促的 就撤離阿富汗嗎 撤離的時候 他留下了大量的裝備 大量的裝備 現在聽說都被卡 這位塔利班接收之後 他們把他完全整修一遍 你看 最近看 這是什麼 這是媒體的報導 阿富汗的這個時代說什麼 塔利班沒有掌權之後 就已經在盜賣軍政 他怎麼盜賣 他把美國打下來的 你可能 因為美軍是比較 人民比較重要 他可能車壞了 就丟了 丟了之後他們就不斷的接收 這時候他們的裡面 他們接收了大量的車子 但是他們就找人來修 因為阿富汗有很多工匠 修修修修修修 他們就把這個拿來賣 所以他說 2021年從阿富汗 離開了這個美軍 約莫丟了三百輛的軍用車輛 三百輛軍用車輛之後 就有非常多的車輛 可以賣到阿富汗去 賣到這個自由市場裡面去 所以你在阿富汗裡面 你要軍缺有軍缺 你今天要這個所謂的匕首有匕首 你現在要什麼有什麼 保健 人家就媒體去採訪說 你要買武器 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你要買這種裝備阿 你要像那個什麼 這個007不在眼 說要什麼密碼 敲三下 然後密碼進去 沒有 他們公開就展示 在那邊 他們就阿富汗的市場 對 市場 而且是燈紅酒綠的市場裡面 你完全走進去就是賣美式裝備 他就跟你說 這是美國的阿 你要軍缺也有阿 你要槍也有阿 你要各式各樣裝備都可以 而且你還可以當場 瞄準性都有 你還可以當場在那邊試槍 就直接砰砰砰 開個兩槍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 現在人家就說 這個 現在美國就推到說 那是阿富汗來的 但是問題是 真的從阿富汗來的嗎 美國現在當然是撇清責任 而且 你說現在 古丁最頭痛的人 可能是布里格金 因為他非常生氣說 我們在巴赫木特打仗 我們在巴赫木特 犧牲了兩萬多人 我們幫整個俄羅斯 建立的這樣的不適戰功 可是 俄羅斯的媒體 對我的打仗 對瓦格納軍團 一個字都不提 對我覺得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可能俄羅斯的內亂 可能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布里格金 他要回到俄羅斯去了 他這個部隊要撤回去 他就直接罵普丁 他說 你活在卡通泡泡班的 這個安全泡泡裡面 他罵他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們這個巴赫木特 佔領打到現在為止 我們犧牲那麼多人 就沒辦法 因為你知道 他就直接說 你說不給我武器 他現在指的就是 後面也非常多 他說這個布里格金 他的部隊 因為沒有武器之後 就死了 他那邊直接罵 他罵為什麼罵 你看 因為他說什麼 燒伊古原本不是要給我武器嗎 沒有給我武器 後來呢 你這個所謂的指揮官的 米金彩夫 也說要給我武器 就沒有 都沒有武器 他說直接罵 所以你這個布里根本就在 背後扯我們的後腿 結果他說好 那我們就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撤退了 我們不想作戰了 我們會把這個地方呢 完全交給俄羅斯的這個正規部隊 你要不要來接受我也不管你 反正我就直接撤走了 而且布里格金還怎麼講 他說我現在在俄羅斯 對 是僅置於普丁 聲望最高的人 對 你看你知道 事實上聯軍非常有意思 這個烏克蘭軍隊非常有意思 我們都知道 撤退的時候其實是最危險的 我應該可以攻擊你對不對 但是這個烏克蘭不攻擊你 為什麼 他就是要放你回去 你說當馬格納軍隊 要離開巴赫木特的時候 照理講這是烏克蘭最好的攻擊機會 對 他們說他們行了嗎 牧師 對 我在可以看到你的狀況下 對 居然就讓你瓦格納軍隊離開了 而且這讓我想起什麼 三國時代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曹操跟這個 這個袁紹不是在打仗嗎 打了之後他就說不要追 這個所謂這個 假意跟他說你不要去追 為什麼 因為回去之後 這些部隊回去之後 他們內部會作亂 沒多久之後 果然袁家的這個 他們兄弟就作亂 對 作亂之後瓦解之後 他輕鬆就把袁紹的家族 就吞掉了 一樣 一樣的故事 因為他知道 普里格金一定會跟普丁造反 所以他現在不要打你 讓你保存實力 讓你回去 因為你也 你也不願意讓正規軍接受 反正 我們現在就跟正規軍 斬不夠罪不來 對 那你回去之後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要嘛就是普丁對付你 要嘛就是你對付普丁 所以他們兩個就開始 你說他們兩個有矛盾了 對你看 這是俄羅斯的推移軍人說什麼 瓦格納已經有政變的企圖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特別是瓦格納被緊急撤為後方的基地時候 政變迫在媒介的危機非常明顯的 所以要講得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烏克蘭要讓你保存實力回去 你的實力越大 其實普丁的壓力越大 難怪 他之前還嗆下說 烏克蘭已經變成最羞勇善戰的部隊 而且 俄羅斯再打下去會有內亂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聯軍或是說烏克蘭 也在看著好戲 讓你普里格金回去 回去你要跟普丁怎麼亂 那就是他們現在最期待看到的一件事情 因為照你這樣講 整個俄羅斯戰場 充滿記中記謀中謀 當然 現在怎麼樣 現在整個俄羅斯來說 這個面臨非常多的內洪 還有這個不明的炸彈 你看 這幾天發生一件事 因為不良事故發生了一個爆炸 爆炸又傳說有一個 這個車子 俄羅斯國防部的車子被炸掉 那兩個俄羅斯的這個軍人死亡 就傳言說 燒一鼓在裡面 那到底有沒有我們也不知道 你說這一部車是國防部的軍車 卻被炸彈了 現在很多鬼故事都發生 像白俄羅斯總統不是到俄羅斯去 也突然說好像生命摧毀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大家完全不知道 這才有俄羅斯的莫斯科境內 最近遭到非常多無人機的這個襲擊 我們看 這是無人機的這個爆炸 就這樣 沒有什麼東西 就無人機一抬之後 然後就炸掉 就炸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建築物 建築物它也被無人機砸中這個地方 然後甚至呢 他們相關的這個人員 還去下面撿了 這個無人機相關的這個水分 想說這無人機從哪裡來 不可能是我們自己打了嗎 那到底是從哪裡飛過來的無人機 所以現在不是 莫斯科也就是 不是只有俄羅斯對基輔 進行了無人機的攻擊 現在莫斯科都被攻擊了 而且這個為什麼對普丁來說很緊張 他根本不知道是誰打 有可能是烏克蘭 有可能是反抗軍 還是你這個普利格金 現在他完全 現在俄羅斯境內 是這樣一個非常詭絕的氣氛 甚至你看 而莫斯科隨時都會啟動什麼 防空炸彈 就突然之間咻就飛出去了 大家知道怎麼回事 那常常都會有那種 這個所謂 這個無人機在那邊飛 那到底是怎樣 所以現在整個莫斯科境內 普丁我相信他一定是 非常的膽戰心驚啊 而且大家其實最好奇是 大反攻的時刻到底是什麼時候 當然烏克蘭的總統 這個澤倫斯基已經說了 他說我們現在 已經在跟合作夥伴達成供應鏈 我們現在要把防空體系 還有飛彈把它做好 那防空體系做好之後 就可以防止俄羅斯在攻擊我們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要做出 如何前進的時間表 我們會前進的 已經做出了決定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的確烏克蘭有可能會進行一個 大反攻的這個狀況 他們現在這樣 烏克蘭的軍隊已經開始 把偽裝都做好了 已經上戰場了 對 他們現在已經準備要 往前推進的一個狀況 我是往前線集結了 對 另外一個什麼 他們現在暴露什麼 我們用防空系統 擊落一些空中目標的狀況 另外一個我們用什麼 俄羅斯的飛彈 被我們擊毀的狀況 然後我們用飛彈去攻擊 馬力波的這個銀行 打到馬力波了 對 他現在有非常多 然後他不斷地公佈說 我們在前線作戰一些相關的畫面 這個目的在做什麼呢 寶傑我覺得很簡單 目的就是做宣傳 在瓦解你前線將這個士兵相關的這個心防 那你沒有心防之後 我來你就退 這就是目前為止 這個所謂折倫斯基的想法跟做法 好 所以董事長 今天這個訪問太難人詢諱了 其實怎麼會在俄羅斯境內 有兩支反抗軍反普丁的軍隊 反普丁的軍隊裡面 我全部都是美式裝備 你有美式裝備不稀奇 你有美式的漢馬車 你有美式的坦克車 你有美式的裝甲域名車 所以連美國都說 這個怎麼來的 他們號稱是從公開市場買到的 真的可以從公開市場買到嗎 可比說不知道 我一無所知 那我們也去買買看 胡說八道嘛 這個當然是烏克蘭的部隊 烏克蘭部隊 你怎麼分烏克蘭跟俄羅斯部隊 分不出來 當然分不出來 因為長得一樣 他們根本是講一樣的話 長相也一樣 穿衣服都一樣 這到底什麼反抗軍我都搞不清楚 打一打 你看燒 現在全都回到烏克蘭啊 對 告訴你說我有能力騷擾你嘛 對不對 今天給你看那個東西 你看到沒有 那個stone shadow 爆風幻影 爆風幻影 它旁邊是什麼飛機啊 你看到沒有 那個米格二十四 他告訴你 米格二十四 可以掛蛋 爆風幻影了 那現在又幹你了嘛 他這個要幹什麼呢 這就是說 給你交代的 這是告訴你 那相片給你看 我不能說哪個東西 都沒有戰功啊 所以大家都在拍 好萊塢的軍武片嘛 對不對 然後我收入越多 我這麼急在幹什麼 這到底是玩真的還玩假的 當然玩真的 但是就定期就跟你交差 然後大家鼓舞士氣 都在搞央視嘛 中央電視台 你也搞央視 我也搞央視 對 但他確實有打啊 他用米格二十四 掛爆風幻影 打你的高經濟的這個 高價值的這個目標 到底什麼目標被他打啊 他要不跟你講 他就看一下我能夠打 我打到了 百八百中 打什麼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真的打 你也搞不清楚 所以這整個戰爭 現在情況就是對烏克蘭有利嘛 你就知道 這個責任司機身為演員啊 他的表演是他的職業嘛 職業 他現在來的方式 他越打錢越多 越打資源越多 越打軍火越來越多 他怎麼會急得打 他當然不會急得打 好 你再過來看 你說這些這個 這個什麼 擺抗軍 擺抗軍 不是 瓦格納 對 這些傭兵 傭兵總共多少隻你知道吧 中共準備二十幾隻傭兵 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車程 尤其隊 車程傭兵在裡面耶 他不是只有瓦格納耶 他的傭兵已經到處調傭兵 他說各國調了很多傭兵進來 現在這部隊 各個部隊裡面 很大部分是緊急調的傭兵 只是因為瓦格納比較會作秀 打得比較好 對 場面比較好看 我跟妳講 不是一開始就有車程的部隊在裡面嗎 對 那有沒有新聞 有新聞 現在沒了 不多 那現在在不在 還在嗎 當然在戰場上 打仗還有回家的 沒有回家 這不是露營對不對 這新聞不多 可是現在 普利格金的這個態度非常微妙 他已經直接跟普丁搶下 他現在要把部隊帶回俄羅斯 有人講 他要幹嘛 可是我剛剛跟你 所以我要解讀這個事情 告訴你說 有好幾十隻 我不知道確定多少隻 但我確定 我記得我的印象中 就有車程的過去的傭兵嘛 那這傭兵還在戰場上 也沒有他新聞 有很多沒出風頭 他是最出風頭的 他是最在那邊繳獲 可能賺的最多是他嘛 那他說要想當德國 當俄羅斯的總理 總統嘛 他要回去選總統 所以已經打得亂七八糟 這個事情已經變成一個 很荒謬的一個荒謬劇嘛 荒謬劇很簡單 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我整個北約 整個西方聯軍的那個 整個威懾力已經非常強大的 整個壓制 把你這個莫斯科壓死死的嘛 然後我各方面有錢有人 然後有裝備全部給你搞 攪著你烏冤髒氣 你現在看普丁沒有聲音啊 真的 這不見了嘛 對 他要幹什麼 他要等什麼 這就是無奈你知道吧 因為有一種戰爭就是 我們開旅遊戰爭就沒有辦法 我知道我會輸 但我不能退 你知道吧 你看過齊瓦哥一生的電影沒有 對 你看過那個白軍的部隊 他是紅軍跟白軍上去打仗嘛 對 白軍穩輸的啊 他知道我穩輸了 知道我穩輸了 可是我能退嗎 不能退 打到最後我就打掛嘛 所以現在賀魯斯就是齊瓦哥一生 那個電影上的復刻版嘛 他就這個部隊打不贏了啦 他都知道啦 對 可是我就是跟你這麼死他活著 死耗著 耗到最後一天 我真的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撤退的一個戰爭 然後我就一直在這邊跟你拗 拗到最後一天到普丁政權 倒閉 倒掉為止 那普丁會那麼快倒嗎 不會嗎 當然不會啊 他跟你搞嘛 他等機會嘛 他等他上帝會給他開一扇窗嘛 因為他這個東正教上帝會挺他嘛 現在剩下就是上帝的眷顧 其實他沒有機會了 是 現在看這個畫面 讓我嚇壞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俄羅斯的一個飛機 蘇凱戰士 幹嘛去炸底下的一個堡壘 真的呢 在比爾格羅德 那你幹嘛俄羅斯的飛機 在用低空轟炸的方式去炸你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事務所 或炸你自己的指揮所 搞了半天 剛才講的 現在 轟炸的這個目標 已經被 反抗軍佔領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很奇怪 貝爾格羅德 明明在俄羅斯的境內 對 俄羅斯的飛機 蘇凱戰士 跑去投彈呢 而且投彈的技巧 恐怕不是很好啊 你看第一個 他們飛的飛行高度 非常的低 對 讓過去的時候 你要投炸的目標 應該是個白色建築物 因為這是一個檢查哨 但是呢 欸 飛得那麼低 還沒有打到 只打到旁邊的草皮 然後第二 第二 第二趟來的時候呢 也是蘇凱戰士 他還先丟了這個 紅外線的幼兒導彈 怕什麼 怕會被反抗軍的監射武器打下來 但是呢 你再釣一次 還是沒有中 沒打到 打完之後呢 你看還是清清楚楚 你說檢查哨還好的 檢查哨還是好的 那打完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想說 你到底在丟什麼東西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已經打了15個月 打了15個月 大家看到的都是那種 巡弋飛彈導彈打來打去 對 一發炮彈就好了 打這麼多發 對 一發都打不到 而且飛得那麼低 又怕被那個刺針飛彈 接著飛彈給打掉 好 待會兒去看 這是什麼 FAB-500SH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前蘇聯時期 前蘇聯時期 1950年代 那個時候做出來的 然後現在拿出來丟 還丟不到 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個 你精準的導彈系統 有導引飛彈的這些功能 是不是不夠用 或者是 這些是你用勝的 好 我就來意思意思丟一下 但是這個效果不好 除了這一次以外呢 其實另外一次 飛機投彈投不到 另外一個用炮彈去打 其實打到了水塘 打到水塘 一次打到草坪 一次打到水塘 然後呢志願局就說 還弄進去 還去拍照 開進去的時候發現說 後面在轟炸 他還拍了影片說 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打不準 我們在這裡 你看這麼近喔 他們還敢拍影片說 不用擔心 他打不準 打不到我們的 還在這邊嗆聲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這些志願軍團 包括俄羅斯 這個志願軍團 俄羅斯自由軍團 在這個貝爾哥羅德 在俄羅斯裡面的 境內的騷擾 其實對普丁來講 已經是非常的頭痛了 但我們看到 網根那區台 非常囂張 我們已經拿下了巴赫木特了 對 拿下了巴赫木特 我們可以撤軍了 我們可以交給你的正規矩去處理了 當你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講到你禍起消強了 你現在後院失火了 比爾哥羅德很多的地方都炸了 炸了以後他講說 我就把很多的武器 什麼T90啦 趕快運回來啦 那我看到什麼 蘇凱開始飛來 那我又低空炸射 就搞了半天 你真的證實了一點 反抗軍真的佔領了一些據點 第二個 你現在這些武器 根本炸不到 對 先來講的話 這些反抗軍的一個騷擾的目的 已經達到了 但俄羅斯這邊也要出招 他也是 你看看這個帽子 上面寫了Z的 其實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媒體 就跑到貝爾哥羅德 告訴大家說 你看寫著 HELLO FROM巴赫木特 我們沒問題了 我們把這些騷擾的反抗軍 給趕走了 畫面一轉 直接被人家炮擊 你去那邊拍影片 去那邊做新聞 結果呢 這個自願軍款就直接炮擊 他最後什麼情況 最後是這個記者主播 帶著這個攝影團隊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之後呢 他本來要做大內宣 對 這裡被我們控制了 這裡被我們佔領了 這裡我們是老大人 我們已經肅清了 就炮彈就來了 對 你看喔 史丹講到一半的時候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你看那個表情 他嘴唇在發抖 對 就想說不行了 因為這個炮擊過完之後呢 其實攝影師先浪槓 攝影師浪槓之後呢 主播講 沒有人在拍了 我還在拍什麼大內宣 就跟著跑 他跑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自願軍款 就是把他給趕走 趕走之後呢 他們現在來做了一個戰爭 其實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爭 換我來打卡 換我在這個 在郵局面前擺拍 就告訴大家說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不停的進出 這個就是 他們自由軍團的旗幟 對 他在告訴你們說 你們已經被我趕走了 然後我進來進進出出來打卡 你都趕不走我 那麼現在對普丁來講 他應該是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是說我這個戰爭當初的一個謀略 是快速打擊 挺進再挺進 怎麼現在回來我這裡 其實俄羅斯跟這個烏克蘭 有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的情況之下 好像已經被挺進了 然後呢被突破 在突破的過程當中呢 而且我們今天講嘛 他們為了要阻擋 我挖了很多的豪鉤 對 為了阻擋我弄了很多的龍牙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烏克蘭已經幹嘛 已經把挑戰者的這個坦克 前面裝了一個設備 再大的龍牙 對 我一下就把你給翻走 就是這個 這個是挑戰者二號 但是呢大家也看破了一個手腳 就是你前面不是有豪鉤嗎 豪鉤挑戰二號是可以輕易過去的 另外來講就是龍牙 可是在過去來說 我們會以為說呢 這個龍牙下面應該是有固定裝的 有一個倒叉的 所以呢你沒有辦法 那麼輕易的把它推過去 但是你看 他們現在拍了影片說 我們推過去這個龍牙 不像龍牙 像什麼 像交通錐 因為他沒有固定裝 所以對他來講的話 其實一推就過 我可以過豪鉤 我可以輕易的把龍牙移開 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的話 其實俄羅斯在自己的邊界防線 已經被他看破手腳了 恐怕不是他們自己對外宣稱的這麼堅強 那如果這個龍牙是可以拉過去的話 那表示你一千多公里的龍牙 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都是可以輕易被打破的 而且更尷尬的是 他們昨天不是有一個 伊凡庫爾斯的這個傳見嗎 說你用文件 你打不到我 我把你在海上我就把你給幹掉了 結果現在俄羅斯說 烏克蘭說沒有 這個就是你剛剛看到的那個伊凡庫爾斯 我把你炸一個洞了 對 其實這黑海艦隊在那個地方 要保護一個油管 這油管對他們來講 要運輸天然氣到土耳其非常重要 那麼昨天俄羅斯發布了三支的影片 三支影片告訴大家說 你這些無人艦艇對我們來講沒有差 我們是可以打掉了 但是烏克蘭馬上要公布一個影片 就是直接像是神風特攻隊一樣 這個無人艦艇直接撞上了 那撞上了之後呢 雖然毀損的程度不高 可是代表說呢 其實不只這一支 還有成千上萬的無人艦艇 這個對俄羅斯的黑海艦隊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雖然俄羅斯還在很堅強說 我對這個戰爭勝利有希望 可是它的國際影響力 你已經騙不了人了 之前不是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在打嗎 之前亞美尼亞是在俄羅斯的保護之下 我才可以跟亞塞拜然彈劾 而且保住了亞美尼亞的飛帝 可是現在他求和了 飛帝我也不要了 而且他還說我也想加入北約 就代表俄羅斯在這個地方的朋友 沒人相信他了 對 這真的就是說 速導福順善 強導重能推 那這都是自己都 尼菩薩過疆自己都自身難保 他還要保他小老弟嗎 亞美尼亞嗎 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什麼 亞美尼亞本來是俄羅斯的小老弟 是 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然 長期有這個糾紛 主要的原因是亞美尼亞的宗教 跟亞塞拜然不一樣 那亞塞拜然的宗教跟土耳其是一樣 所以土耳其是立體亞塞拜然 所以長期以來來講的話 亞美尼亞背後的老大哥就是俄羅斯 亞塞拜然的背後老大哥就是土耳其 那翻增不下的情況之下 其實在亞塞拜然境內有一個飛地 那個地方叫納卡 那個納卡裡面住了非常多的亞美尼亞人 所以那時候呢 因為兩邊來講的話 就是為了保護這個自己的亞美尼亞人 所以兩邊都開始爭 這個相關的鬥爭就出現了 那這時候因為亞美尼亞背後 有老大哥俄羅斯在立體 所以當時來講的話 亞塞拜然其實還蠻害怕的 但是現在情勢全部倒過來了 完全不一樣了 為什麼亞塞拜然直接 現在他的總統跟這個亞美尼亞總理 基本上兩個就在簽署協定 因為亞美尼亞開始認為說 你俄羅斯已經不管我們了 我們現在俄羅斯 你都不跳出來主持大局 這種情況之下 不好意思 我要退出集體安全組織 甚至還傳說他可能要加入北約 所以代表什麼 所有的小萊蒂都反叛了嘛 那這個小萊蒂反叛的情況之下 那俄羅斯在這裡的影響力就不見了嘛 而且你從這個畫面看起來就非常有趣 這個是亞塞拜然的總統 另外也是亞美尼亞的一個總理 你看到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這個亞塞拜然喜行一色 開心得不得了 那你再看到亞美尼亞 那個臉奧毒毒 覺得憤怒得不得了 可是沒有辦法 去看吧 這個是亞美尼亞的 你看這個表情 兩個完全不一樣 對 沒錯嘛 因為亞美尼亞本身來講 他就是自己的非地 就是在人家的非地 但是自己沒辦法保護他 所以他現在也在講話 那個俄羅斯你沒辦法處理這事情 所以他只能什麼 臉色非常臭的處理這件事情 瓦格納軍團的這個普利格金 就是他的領導人普利格金 他很得意的說 我已經在這個巴赫布特打贏了 打贏了以後我要交出去給政府軍 可是講完這句話以後 他居然這麼講 他說烏克蘭經過了這一場戰爭 非無瑕航盟 他現在是全世界最會打仗的部隊 他現在有全世界最好的情報網 而且北約各國各種武器 二次的武器 美式武器 他什麼都會用 然後他開始講 你不要再打下去了 你不要再鬧了 你普丁不要再鬧了 為什麼 他說俄羅斯會有政變的 因為他要幹嘛 他要浪槓了 不是 他要浪槓 他要選俄羅斯總統 是假的 當然是 他現在抓到 他挑戰普丁 他幹掉普丁 他抓到要害了 他現在瓦格納變成 他兩邊可以倒 誰來談判最有力量 你以為是習近平 瓦格納這個家伙最厲害的 有不 槍桿子出政權 槍桿子 他可以倒來倒去 他把這個 他打身仗為什麼要浪槓 我昨天不是講了嗎 我說烏克蘭還留了一支 非常強的部隊 在他這個城郊外的 高速公路附近 那幹什麼 就是 哲文師兄講一句話 我們有非常機密的計劃 要進行 再趕快先跑 他現在 他現在高速公路 再過去給你一個反包抄 他要把這個整個地區 交給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正規部隊 守得住嗎 守不住 當然守不住 這會被一個大破口 對不對 所以他當然要讓上 所以瓦格納軍隊現在是以全軍為上 先跑再說 當然是他不跑的話 他後面他可能是守不住的 因為萬一從這邊攻破進來的話 他整個當這個計劃的核心 是要剿滅瓦格納部隊的全部 這才是可怕的嘛 因為他的軍華部隊 全部在這個城裡面 對 如果他城外做個大包抄的話 這就掛掉了 對 所以他至少吃拖 拍拖 買電 就快點逃了嘛 所以應該還沒有逃完 對 準備要逃了嘛 準備要逃是怎麼意思 他放話幹嘛 他不逃 他就說你也不要來搞我 對不對 他現在如果逃掉的話 表示他什麼 他是幫俄羅斯嘛 對 他現在站到巴赫木特 我可以走 你也可以來包圍我 那另外一個 我也不要走 你也不要打 我們可不可以喬 可以喬 對這個家伙在那邊搞政治嘛 哪有在搞軍事 他因為他知道外圍的俄羅斯正規軍 都是年輕的小兵 不能打 打不了的嘛 他能打嘛 所以他攻下這個城 他攻這個城幹嘛 攻這個城是個廢城嘛 全部是個廢墟嘛 巴赫木特變廢墟了 巴赫木特 早就是廢墟了 巴赫木特 連北約的將領都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一點 手 一點固守的這個戰略價值 跟戰術價值都沒有 對 為什麼 德恩斯基非要跟他搞在這裡 德恩斯基為他的心理嘛 一個烏克蘭的老百姓的一個心理指標嘛 我就是在這邊跟你幹到底嘛 就展現出我的士氣嘛 結果成功了沒有 成功了 因為雙方死傷慘重 聽說 聽說這邊在俄羅斯死傷有好幾萬人 兩萬 對好幾萬人 那個什麼瓦格納就講著 普利根講 我沒有想到在這裡死了兩萬人 那他死兩萬人 烏克蘭死多少人 烏克蘭不會也不會少嘛 所以兩邊是旗鼓相當酥 因為這種這種就是說黑出黑 這種正面作戰的 完全沒有頭腦 完全沒有真正 因為軍事是什麼 軍事之巧妙齊正二字嘛 一個是正規 一個是什麼齊襲 一點的齊 驚喜都沒有 你跟我兩個傻瓜在那邊 你扛我一刀我扛你一刀 搞了半天兩方死傷慘重 應該是相同比率 這怎麼會 這怎麼是正規打作戰方式 任何守衛官都不會這樣打嘛 這就是硬幹的嘛 傻瓜才這樣硬幹 為什麼要硬幹 那一定是為了政治目的 才有這個想法嘛 那現在 那現在這小子現在厲害了 那拿下來市中心呢 開始幹嘛 他開始喊話 喊話嘛 話給嘛 然後你看 他一打贏的時候 普丁也加獎 也要給他 準備給他後勤補給 那中間鈔票一定要給他了嘛 他是幹什麼 他是傭兵嘛 傭兵頭是幹什麼 你如果瑞士銀行 全錢大愛 就不知道 反正他是在賺錢的嘛 那他站在裡面扮演關鍵角色啊 他進可攻退可守 他瓦格納在這個整個 俄烏戰場裡面 是不是俄羅斯的重中之重 因為不管怎麼講 你有再多飛彈 你地面部隊我最強嘛 那我浪槓不值錢 我在這邊跟你 跟你那邊瞎繳貨 一下排俄羅斯馬屁 不一下排烏克蘭馬屁 一下給俄羅斯要錢 他現在的角度最好嘛 對不對 這大尾羅斯馬嘛 因為他何必跟你戰 他跟你搞外交嘛 搞話術 搞統戰 對不對 這個是在開始做生意 在俄烏的戰場上面 出現了一個 30秒定生死的一個狀況 原來是西方把那個 反炮兵雷達已經送到了 送到以後真的是 你今天只要發射出去以後 在30秒之內 他居然就可以反擊了 對我們先看畫面再講原理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TOS-1 這個TOS-1 是誰拍下來呢 是俄羅斯的記者 來拍這個TOS-1 他正要得意 揚揚說 我這個TOS-1有多厲害 然後大外宣的時候 真的喔 剛發射完 你看我們就數 不到30秒 烏克蘭的火炮 就回頭開始打這個TOS-1 而且就把TOS-1打掉了 這東西就是非常非常離奇的狀況 就是說 你看他們 TOS-1沒了 對然後你看這些記者開始繞跑 你要知道這個畫面 導播我們要放一側 就說今天這個俄羅斯的記者 趕來這邊已經是相對比較優勢的 當然應該也是安全了 對相對安全相對優勢的 然後拍照也是要展現自己的火力 可是這是完全的實境秀 拍照完後 話都沒講完30秒 我TOS-1位置已經被烏克蘭發現了 被烏克蘭發現不只喔 定位定完了 而且我烏克蘭砲擊已經到TOS-1 這也太快了吧 對真的非常非常誇張 我們來看下一個也非常非常誇張 這個是 所以你說這個TOS-1 其實是在大家不知不覺毫無 沒有被徵召的情況 我發射 但是我居然怎麼隱蔽被發射 我還是會馬上被抓到 對然後另外一個我們看是 烏克蘭第28機械化旅 因為這是俄羅斯一個炮兵的陣地 然後這個陣地 你看這個是被擊破畫面 可是那個時候大家是說什麼 這個俄羅斯的炮兵陣地 才剛開始發射出去的時候 位置馬上被烏克蘭鎖定 被烏克蘭鎖定之後 整個炮兵陣地 就被烏克蘭這個瞄準 然後回擊 所以到底這個30秒 所以你說那個炮火被打到的地方 都是他的武器裝備 對 所以這個30秒定生死 到底是怎麼來呢 原來在美國第二波或第三波 軍演的時候 他們美國很清楚就知道 如果擊不到炮兵戰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TPQ-36雷達給烏克蘭 這個英文叫做 Firefighter就是火力發現者 他是一個反炮兵的雷達 什麼叫反炮兵雷達 就是說你今天 只要敵方炮兵只要打出去 而且這個炮兵雷達非常非常精準 火箭炮跟火炮是一定知道 他連破擊炮 就是小隻的破擊炮他都可以找到 他一次可以看10個目標 然後他地方打出來之後 他馬上去反偵查 反偵從你在哪裡 然後這個Firefighter 他就架在這邊 類似一個雷達車的概念 然後他一直找10個目標嘛 然後幾秒鐘之內 就可以反偵查 偵查出定位 你的炮兵陣地在哪裡 而且定位完炮兵陣地 最厲害是什麼東西呢 他不用 不是一個數據給後方 沒有 直接跟後方的火控雷達系統 去做連線 所以呢 直接給一個 座標輸入進去 所以正邊的M乖乖乖 就直接打出去了 所以他是一組的 你知道嗎 他不需要中間透過籃 也不要跑出一個數字 什麼什麼西北多少 都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一個座標 就直接給M乖乖乖 就像以前我們在炮兵是 我們現在看到座標 看到座標 我算了方位 算了方位以後我打乖乖 打乖乖以後趕快通知 通知了以後再做 沒有 今天我這個反炮兵的雷達 得到資訊之後 馬上通知這M乖乖乖 而且中間只有幾秒鐘 簡單講當對方發射之後 我們他這個反方便 只要幾秒鐘就可以算出的地方位置 然後馬上傳到M乖乖乖 射控電腦裡面 然後射控電腦這邊人 只要說發射馬上就發射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狀況 就是通知萬剛打出來之後 幾秒鐘三十秒之間 通知萬就被摧毀 你看那個機子很得意的說 通知萬很厲害 剛講完就趕快落跑了 通知萬跟多關火箭都是非常非常難偵察 因為他是一個目標多點開花 所以你要通過 對齁 對 他不是單一的 所以他是一個目標多點開花 狀況下 他通過多點開花 來逆推那個目標在哪裡 其實很難 所以這又回到我們上一段 這是運算 對 高速運算 對這是高速運算 那除此之外呢 現在惡物戰爭打到什麼程度 他們非常非常需要 各國的這個所謂武器的資源對不對 他們跟各國武器的資源 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呃 我正式要拍板 就是說包含國會同意啊 然後白宮簽署等等 行政程序太長 我不可能正式拍板 好我確定要給你 你再派人來受訓 所以烏克蘭現在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 決定要什麼 先訓後拍板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先去猜 然後美國 然後包括英國也都配合 我先去猜 五六種武器可能會通過 然後烏克蘭就先派五六組去學 五六種武器 然後呢 最後看拍板哪一個通過 這組人就上線 對 那其他人繼續學嘛 反正拍板通過就回去 拍板通過就回去 所以現在這些東西呢 就是加快讓這個武器 一到位就定位就可以上戰場 這種速度 然後呢 對於俄羅斯來說 我打起來也是很痛苦嘛 所以現在俄羅斯開始 真的是狂轟爛炸 爛炸到什麼程度 欸哈爾科夫斯 你不是撤退了嗎 我們現在看 這是哈爾科夫斯的 這個所謂的 一個Sharping Mode 結果呢 在半夜夜深人間的時候 他們竟然用飛彈去 炸這個Sharping Mode 完全沒有意義耶 可是俄羅斯會搞成這樣 就表示什麼 他已經完全不知道 對方在哪裡了 然後呢 完全就只想嚇對方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把我看到所有的東西 宜為平地 宜為平地 讓你無償 甚至處 對 可是有業績就好 可是反過來 烏克蘭炮兵他們說 現在自己准到什麼程度 他們就說 我們至少最多三發 就可以集中一個目標 這就是你看 左邊是烏克蘭 然後右邊是俄羅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 就算有校正回歸 欸 兩發到三發的時候呢 那個紅色的就 俄羅斯的陣地就一定會被打到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一發兩發對不對 後面第三發就直接密中目標了 所以對於烏克蘭來說 他打的是精準打擊 俄羅斯搞的是狂轟爛炸 所以難怪 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炮兵比例是1比40 可是一邊是狂轟爛炸 一邊是精準打擊 兩邊是完全都不一樣嘛 甚至俄羅斯 躲在這個豪溝裡面對不對 像那種陣地有沒有 這是俄羅斯躲豪溝 對 這是俄羅斯的豪溝跟陣地 你看烏克蘭一樣可以直接 精準打到這個豪溝裡面 有人的地方 有彈藥的地方 而且就掉到豪溝裡面 所以這場戰爭真的是 一個精準打擊對上狂轟爛炸的差別 可是烏克蘭現在說了 他們急需要一種武器 就是多管火箭 就是海馬式 如果海馬式來 他們說盾內之歌 北盾內之歌是 完全可以逆轉戰場 為什麼呢 現在俄羅斯跟烏克蘭以 北盾內之歌為核心 俄羅斯在東邊狂亂爛 烏克蘭在西邊狂亂爛 跟兩邊的射程沒有差太多 可是保健哥你要想想看 如果今天來了海馬式的話 射程80公里 是不是直接越過整個 本對內之歌是 對 就打到俄羅斯的陣地 對於俄羅斯的武器做的 源頭破壞 所以現在大家正在搶時間